因為你是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最重要是在學習 學習的時候 犯錯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大家都允許你可以犯錯 像這種大人 犯錯是不行的 如果犯錯一點點你的學習就會有問題 所以事實上 這個報紙叫The China Post 看得出來嗎 China China Post 然後 然後 1952年 1952年 我們在寫年代的時候要這樣唸 把19跟52 那你說 2018年 我們現在是唸2018 2000加18 那麼其實到了 2020年 在2020年要舉行奧運 東京已經舉辦了四次 台北到現在還沒有 東京舉辦了四次奧運 它的東京奧運叫 2020 所以 2020 就恢復變成是兩個數字 兩個數字的日期讀法 這些對你來說都很重要 因為你一定要會 不會喔 將來才會 閱讀才會方便 所以 The China Post 是一個 在台灣一個算是非常早的 的報紙 那早期的報紙 我們為什麼叫中國郵報 因為它是 人家擺在店裡面 沒有人讀的啦 你會不會讀英文報紙 不會 對吧 所以它是用訂閱的方式 你訂了 然後我用寄的方式 給你寄到你家裡去 我記得當時很 我很 我有去訂 一個月八百 我一個月零用錢 一千 不是一個月八百 一個月八百 我有訂了 一個月零用錢 一個月零用錢 我花得下去 因為為了自己一個常人 所以今天我能夠教英文 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願意投資自己 好 那麼這裡有一個 就是今天的頭條新聞 就是福斯康 福斯康 英文翻譯 我們一個叫做Fastcon 每天晚上就會到這個 這個是什麼 就是噴射機 對不對 我們問過了 他跑一次 他一次回 從基地出來 然後再回家 你家的汽車 兩輛個用一年 一輛個用兩年 很恐怖 而且你們家是天天都會開汽車的 那樣子 用兩輛 用一年 如果你們家不怎麼開的 一輛可以用四五年 他只是跑一趟十幾分鐘 所以其實是很浪費的 因為他是在想說 因為在選舉期間 如果他不出來跑一趟 好像覺得台灣不安全 是啦 所以也是 但是他那種戰鬥機 耗油量很小 所以他才會 他就叫做超音速 就是 好 一個音速叫一個馬赫 我們講馬赫 就是一個音速 然後兩馬赫 三馬赫 這些都是工智 這是德國的標準 好 福斯康 這個是一個世界上很大美的公司 他老闆叫做郭台銘 國賣的英文叫做 carry 郭 carry郭 然後他 regan re就是再一次 gain就是得到 再一次得到了 最有錢人的地位 status status in Taiwan 又回到世界 台灣第一 最有錢的人 所以台北Normember 14 11月14日 在 洪泰 洪海 洪海 金蜜 他的公司叫做洪海 金蜜工業的總市長 Chairman就是主席 叫Terry郭 是台灣最有影響力的商人 Tai Kun 這個字叫Tai Kun 大軍 他是來自於那個 印度 印度語的大軍 就是指 這個是非常有影響力 因為印度他們是種姓制度 所以所有的權力 只有用階級 印度並沒有所謂的國王 其實是有建立王朝 但是印度太多 太多的地方 所以呢 Tai Kun 是來自於印度的大軍 大軍之大 我們總算就是要 給你讀一下報紙 因為我們總是每一天都找一點點 有樂趣給你 給你那個 好 我來這個 我們來一個 嗯這個好了 這個 這個 2010 怎麼是010 這是什麼 你要懂 好 這是 09124 完全想不出來 今天 我要看 好 今天是我 我結婚二十週年 我結婚二十年 那我女兒十六歲這樣合理嗎 結婚後四年生 老師 我結婚十五年 我女兒十六歲 好 好 因為老師這個電腦 要做的事情 很多 然後 又 又不想不做 因為 每一件事情都是當年想過的 那想過的事情要做 但是以前呢 做這些很輕鬆 那現在呢 做這個不一定輕鬆 就是 有一點點肉食呢 就覺得好像 就是老師 維持我 我生活 工作品質的一種 方式 就是 希望把 生活 工作品質啊 就是 表現 表現得很不錯 這叫做 對自己的要求 就是這樣 也不一定是好事 就是了 好 到底是 四十四 在這裡 好 那麼我們今天呢 下練習是後半部的 四十八、四十九頁 好 後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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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四十九 好 這個部分呢 是 好 我剛剛在報紙呢 稍微再把它讀到一個段落 不然的話 同學覺得我好像 講話都不講 講 上下不清楚 可能就是得了一種症 症 症狀 叫做阿茲海默症 阿茲海默叫Alzheimer 英文怎麼拼 L A-L Z Z 因為是德文 I H-E-I E-I 因為要唸I的長音 所以在德文裡面要E-I 譬如說 我們跟你講 愛因斯坦要怎麼唸 愛因斯坦是德國人 他是德國的優太人 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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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德文就這樣唸 愛因斯坦 我唸得多好 我就忍不住感受自己 E-I 在德文裡面要唸後面的長音 所以歐洲語都是唸第二個母音 的長音或短音 英語唸第一個字 如果是兩個母音就長音 如果一個母音就短音 所以英文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德文裡面也有長音或短音 都是第二個字 第一個字都沒關係 那法語呢 都是兩個字的短音 如果兩個字就短音 短音變長音 好 所以 Einstein 然後呢 Alz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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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滋海夢症 就是老人實在症 就是我啦 快要了 所以 與其 等到教我們 把你們教畢業了 我就已經 要住院了 每天都 你是誰 我吃飽了嗎 好 所以 這個 再講一下 感謝同學 你們就是晚來 所以讓我有機會 吃了幾口飯 對不起 這是最準時來的同學 不好意思 那我吃了飯之後 因為身體 就是 我一散就起來 就會有點咳嗽 好 再講 郭台銘 鴻海精密工業的主席 所以鴻海是鴻海精密工業 我們講大軍 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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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困 你要 你要 能夠拼得出來 太困 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 這些你一定會 因為在高中 一定會有出現的 好 那你要是發音 你就會拼出來 然後從閱讀裡面去印象 你閱讀是要形成一個印象 所以你就可以說 這個自我生意 我從哪裡來 一下就會了 你的大腦就是怎麼這麼聰明 所以不要小看 有時候就是 等到你覺得你很聰明的時候 才發現 以前我都覺得我很笨 所以我不學 以前覺得自己很笨 所以不學 但現在覺得很聰明 那你怎麼回事 我成長啦 成長是沒有 是空白的東西在成長 好 Became Taiwan's richest man again 再次 in 2018 我挺經年度 According to Forbes 有一本雜誌專門在記載 世界的五百大有錢人 每天在描述他們的生活 大家每天起床 就把旁邊的一塊金子 蹲下去 對不對 那晚上拉出來 欸 還是個金子 真好 金子不會作用 吃金子拉金子 對不對 金子可以吃啊 對不對 然後中午吃龍蝦 對不對 然後龍蝦用 真的 對不對 然後來之後 不用扒皮 不用扒殼 全部都吃下去 真厲害 裝得滿口驚訝 沒關係 Fulbis Magazine 所以副比試 那我們中文的 很糟糕的事情就是 它用這樣的方式來的 你以為這個雜誌是台灣來的嗎 不是 它是紀錄全世界五百大有錢人 對不對 對 它每個月就出來 告訴你喔 全世界五百大有錢人 它的生活怎麼變化 副比試 Fulbis Fulbis 你要把聲音發唸對 你才能拼對嗎 我講得多麼的道理 Fulbis Magazine 雜誌 Magazine Magazine It's also the first time 它也是從2010年 從去年的第二名 雖然它的財產降低了23% 因為去年去買很多公司 那公司都虧錢 對不對 然後今年一開始 公司又賺錢 欸 很會賣 所以有時候 這些商人是用錢 所以就 這個價降 Declining 23% All US dollar 2.2 billion 這個bill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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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2乘以9個0 22 22 2200 000 000 後面有9個0 2 豆號 200 000 000 2.2 這個叫做22億 不是 22億 對 百萬之後就是億 就是十億 好 True 7.0 哇 啊 今年已經變成7.3 73億 應該是叫美元 哇 好多錢 我們一個家庭 一年賺不到 一年賺不到 五百萬 一年財產就 翻好幾百倍 這世界很不公平 你認不認真 你認真啊 你想不想當賺錢 有要想啊 你想不想當有錢人想啊 但是做不到 好 這世界上真不公平 好 The magazine attributed attributed 就是它歸納 his falling worse 它下降的財產 to a drop 因為台灣的股市 股票市場 去年 and strengthen 還有美國原的強勢 是在這個貿易戰爭 去年的美國跟中國 貿易戰爭 美國人呢 就是對中國出產的東西啊 瞌睡 去年呢 川普當選之後 就開始威脅中國了 對不對 所以他一直瞌睡 瞌睡 瞌睡的時候 那個美金又強勢 但是他的錢要換不成美金 所以他就一直賠錢 是這樣的 他的錢是在中國賺的 他的中國賺的美金呢 換不到 就會很麻煩 他的財產就縮水 因為他的財產都在中國大陸 對不對 好 就是這個原因 到底說 美金 美元的會 美元如果越貴 中國大陸的錢 要讓大家平衡 就不是 中國大陸就是 堅持我一定不要變 台灣就一定會變 所以台灣的貨錢 也會跟著日本 台灣一直都是跟著字 跟美國一樣 美國的美元 在世界上的匯率裡面漲 你們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匯率 每個國家是不是都有錢幣 那這些錢幣之間要怎麼換 要比率來換 對不對 譬如說台灣 平均一塊美金 換台灣台幣三十塊錢 這叫做比率 我們叫exchange rate 老師跟你講一下 你在學習這個東西 其實目的就是 就是能夠 第一個跟人家說話 第二個 能夠看懂報紙 當然剛剛那個報紙 要看懂很難 因為你才沒有需要 exchange交換的比率 我們稱之為匯率 exchange rate 所以這個你至少 你學會change 你一定學會change的 你就學會exchange exchange rate 就是錢跟錢 變成比率 那全世界大部分 都會咬住最強勢的 就是最穩定的錢 然後咬住它 就是跟固定一樣的交換比 這樣子才不會影響國內的經濟 那最有權力 最有影響力的錢 就是美元 美國錢 對不對 所以如果美國錢 在其他匯率都漲 對其他貨幣漲的時候 你只要咬住它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灣的趨勢 日本也是這樣 駐美元 但是日本比較大膽 有時候它會讓自己的出口 成長 它會故意把美元的幣值降低 你現在還是聽不懂 它故意把它的錢變少 所以它賣給美國人 美國人會覺得 我的錢可以買更多的東西 好 它就會買 日本就是這樣子 讓它經濟成長 不然的話日本的經濟一直都不好 那只有中國呢 不要 我就是維持一定要 我要這麼多錢 所以你美元呢 感受不了我 結果美國人就很生氣 我要給你加稅 那就加稅了 禮拜六 好 那我們就從48頁這邊來看 我們上次從適當的形容詞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形容詞呢 我們就是在這一刻裡面 我們要學會這些形容詞 那形容詞 老師這邊有一點智慧 要給你 好 我們來請這個 Jim來唸一下 好 老師要提醒你 它是fav favorite favorite 這個rit 就是it 所以這是長音 老師幫你把a的地方 劃現一下 favorite 一定要長音 不能favor 很難唸的 fai favorite burite 好 第二個字 program 第三個字 living room 這個叫做互動 你唸一個我唸一個 大家都不虧欠 我不是故意偷懶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聽聽我唸的 跟你自己唸的 然後去比較一下 差不了多少 但是耳朵更好的 可以知道差別 再來 movie 那這個字呢 它會叫Vuve 這個字呢 OVE 念長音 這些戰鬥機呢 每次都一直飛 那剛剛是 我跟你講是不是飛出去了 那現在要飛回來了 是不是就十幾分鐘 對不對 然後你家的汽油 你家的車子就可以跑兩年 多好啊 對啊 然後請問一下它用的是誰的錢 爸爸媽媽的錢 爸爸媽媽的錢 爸爸媽媽的腳錢 蛤 什麼錢 人名是誰 你是人名啦 你又給腳錢給他 好 所以 next ne ne 下巴 用下叫下巴 ne next 好 再來 好 我剛剛講的 法語的O唸 唸長音的U 所以這個字 是一開始從法語來的 Oove Move 不然你要唸Move 你要唸O Move 因為英文跟法語之間有非常密切 這四百多年 就英法戰爭連續打了三四百年 對不對 這個我是有講過 打仗通常都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什麼 你打輸了 你就把你們家的王子 嫁給我 我就把它取了 你打贏了 我就把我們的公主 嫁給你 然後你就會娶到英國的公主 對不對 這樣子長期的通文之下 黃氏 就黃氏 就會有很多語言的交流 對不對 你是服侍 你是法國人 你服侍的是英國的公主 你的 他的英國公主服侍 是不是要講英語才行 就這樣散開的 何況他三四百年了 一定會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呢 不一樣事情 那時候法國人就很自傲 我就是不講英文 怎樣 對不對 但英國人呢 就比較會有那種包容 他的英語就包含了很多大力 所以其中最常見的就是CH CH呢 它要唸噓的聲音 所以 譬如說法國人 公益革命最早 這個字要唸Machine Machine 所以CH呢 唸噓的 有幾個字 沒有很多 但是你到高中會越唸越多 就是唸噓 Machine 機器 所以Movie O O唸長音的 Wu Move 好 Guy 這個 GUY呢 完全就是為了要加上U U也是表示外國字 那通常就法語 對不對 Guy 插進去之後你就不會唸Guy 對不對 你就不會唸Guy 那第三 下一個 Nose 在 Hair 在 Soul 在 好 念得好 Strange A-N-G 念Ang 所以 那個什麼 天使叫Angel 對不對 所以這個N是長音 它既然這樣子 E加一個E就是要讓人見猜 Angel Strange 好 接下來 But 再來 People Strong Ong 其實你要假裝要唸G 這樣子的發音會最正確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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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人唸Strong 也有人這樣唸 因為O唸阿 短文文文 Strong Ong Ong 你要假裝去唸G 你的發音就會非常清楚 因為事實上外觀人就是每個音都會發啊 只是說因為那個子音就會唸得很微弱 所以造成的就是你幾乎聽不到 Strong 好 再來 Shy Funny Sweet 好 所以如果是這個字你要怎麼唸 漂亮 你知道EA的目的在這裡了 對不對 它是要分辨一個不同的來源 但是在英文裡面平音相同 所以英文就創造這種可以一個字兩種音的平音方法 好 再來 你放到這裡 Helpful Kind 好 再 Handsome Smart Beautiful 好 那老師再說一次 Handsome 這個D 為什麼沒有發音 主要原因是因為D 在子音前面 它會唸子的聲音 那麼S 是不是應該在字的中間也會唸子 那字跟字是不是很接近 所以你就不會唸兩次 Handsome 不行 Handsome Handsome 你就要這樣唸 D跟Z 是幾乎像一樣的 Handsome 所以唸Z D跟S 你要唸Z 就是這個原因 Handsome 好 這樣是不是會讓你有一些很多的了解 就要相信我 這麼努力的去讀書 目的就是 可惜我只能教英文 其他不保證 可以讀報紙 但是不保證它是真的 好 因為那是報紙 又不是我寫的 那如果是我寫的論文呢 我就要去查詢每一個資料 要去查證 因為事實上是用我的名字發出去的 我就得要有一定的真實性 要這樣人們才會相信我 就好像你相信我一樣 好 我們來練習一下 剛剛的那個 我一口氣然後呼吸 就一直這樣講 然後有時候呼吸不過來 這樣才很累 好 形容詞 我們請Anna來練習一下 The funny movie is new and not old 所以你在學形容詞的第一件事情 要去學相反字 簡單的東西 學拼音 然後講相反字 這樣子也是一種學習方式 因為剛剛短暫這些字 是沒有辦法讓你有太多的印象的 好 那麼 它的這個用法是這樣的 And It is not old 為什麼我這麼常講掉 因為以後這種奇奇怪怪的句子 都是希望你要有這個基礎去學會 比較好 所以首先 這個 跟它 是一樣的 第二個 這個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會 常常把它省略 那麼再來 因為它已經省略不需要 省略的主詞跟動詞 就不需要連接詞 所以這就 黑不血 所以這個句子就發展 Not old 這樣子練習一下 你會看到很多句子 你就會很懂 因為對等連接詞 And特別會有這種現象的發生 其他就比較不會 好 第二個 所以 Is it a small clock 好 第三題 Red is red 這個字是紅的 可是它大寫的時候變成 瑞德 瑞德 瑞德是高的 瑞德 瑞德是高的 那 不知道這有答案 高跟強壯 好像沒有到相反的地方 高跟強壯沒有到相反 這個字 所以如果是sort 怎麼唸 不對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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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sort 那位老師有注意到 所以我就讓你多練習一下 第四題 Mina's hair is short Nut 這次也不行 頭髮站不起來 就是頭髮 主要用什麼 所以sort 它有兩個意思 對不對 只要是短的 但是短的呢 是要跟這個比較 另外一個呢 是高的 矮的 矮的叫做sort 所以Mina's hair is short not long 短跟長 矮跟高 高跟矮 短跟長 所以short 既可以當短 也可以當矮 短是橫著看 矮是直著看 有沒有道理 好 第五題 所以英文也是利用這種概念 你是從哪個角度來看 第五題 The door is not open open 好 所以這兩個要相反 這個很重要 形容詞要先學相反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你應用自如 它的目的就是你可以應用自如 有些時候我們用的形容詞 你在作文當中 英文很討厭 重疊 重複 所以我現在講說 這個女生很高 後面下一個不矮 很高是不是就不矮 這樣子是不是就 不會重複 好 除非你說 它很高 像摩天大樓 對不對 像阿里山空氣都很新鮮 好 第六題 Pitcher是P-I-C Pitcher P-I-T Pitcher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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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T-U 對 對 對,PICG,這不行,還要加T 因為我們如果短母音,一定要前面有加個T 兩個短母音只能加T 你光是一個CH,只有一個音而已 PICG,這叫投手 然後如果你是PIC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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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G Pirates,Pi,Rates,Pirates,海盜 是好的,不是不好的,第七零 Canesties,white,那個是子音,你沒有辦法變紅音,對不對 I,white,好,第八 Mr. Chen Patient Patient Key碰到IS,要記得念SH 好,這個字呢,這叫Nice 我剛剛為什麼要寫Nice Oh,Nice I,後面有E,I要唸長音的I 好,記得,Nice It's a kind doctor 好,這裡呢,我們就會問你,IND大部分都是唸Ion的 他不會唸到IN的,除非有必要的時候 IND要唸Ion長音 好,第九題,Lucy's cousin,Mind 好,老師覺得你這兩次,那個A都沒有唸 好,這兩次A要唸 因為名詞的前面如果是要判斷藍術服術 所以要唸,再來第十題 好,看你現在學什麼,這兩個字呢,你都要唸Pretty Oh, Beautiful 好,看圖說話,Trinity 好,Diction 好,你看喔,老師有跟你講 Gin長,你要幫我回答一下 這個是原則上呢,我們有講它是 可以當形容詞,因為ISH可以當形容詞 但是我們還是要練習一下 英文是名詞對不對,English 這個是不是名詞 我們理論上是不會在名詞前面放一個名詞 除非你要表達是形容詞沒有辦法做到 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功能它的作用 第三個叫做材料 一、二、三 特徵、功能 跟我講一下 你覺得是哪一種 我在訓練你思考 因為這個東西都邁向未來 比較好 功能 英文是一種功能 這個字典的功能是英文 這樣解釋得過來嗎 解釋用特徵比較好 這個字典裡面都是英文 對不對 特徵比較好 功能 我應該改天再碰到一個功能的時候 我要跟你解釋一下功能 對不對 就是 如果你要講便利商店的話 那個商店的功能是很便利 那就比較合理 對不對 比較可以 那基本上這東西是在幫你思考 所以我們要告訴你 所以這個英文是它的特徵 這個字典可以了解 英文是這本字典的特徵 這本字典可以是中文 可以是阿拉伯文 可以是喔 所以我 欸 好上次的故事 他剛好不在 不講了 就是 剛好那個 Terry的媽媽 老師 我手殘 我手殘 我把那個 他把他手殘成那個 西班牙文 他就很緊張 因為他如果 真的是 弄弄 搞不好會更殘 不然就是人家去的話 你拿去給人家 人家跟我們人家修理 其實他知道自己的語言 寫字語言 可以繞回來 可是他 你拿去了 他要幫你賺錢 你要吧 可是你剛剛用3秒鐘 5秒鐘 你要給你收多少錢 10塊錢 10塊錢 你不要收 所以呢 他就說 這個有點問題喔 我給你留下來 然後等我弄好了 再 再通知你 對不對 你就剛好把家裡電話給他 然後就放著 對不對 過了3小時 3小時 就是收費基本單位 對不對 你的手機好了 他只是 嘟嘟嘟嘟嘟嘟 四、五下 啊 這個東西給你調整回來 然後收費 兩百 對不對 好 很多的做生意人都是這樣 然後呢 但因為呢 那個手機呢 老是沒有用過 但是我一看 西班牙文 就不會說 因為我看了懂西班牙文 Espanio 好 所以 這就是你學習的好處啊 因為他是用英文字母寫的 然後有一種 會畫 他的Espanio 只有一個波浪的作法 就知道那個是西班牙文 然後呢 但是呢 我不太清楚他設定裡面的語言 因為西班牙文 他不會寫那個 我就要找 是西班牙文這個字而已 對不對 然後就把它換整字 不清楚 所以 就趕快拿我手機來換一換 對不對 查一下 如果那是手機什麼 因為不是我手機 我就 我從有手機到現在 我就只用 我用一個品牌而已 我沒用別人 別人的品牌 所以別人品牌那個東西 不一定設定 是 會有這個相同的介面 所以 就是這樣 其實不用謝 我也不會去 為了這個東西 然後叫你留三個小時下來 然後你收兩百塊 我又不是修理手機了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跟人 就說你跟人弄一弄 他就不會怎麼辦 丟臉 我應該不要這樣想 比較好 所以這個 接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講到這個 就是故事 2 現在是誰在念 Trinity A magic show 繼續 你把它唸完 你要學會一件事情 不能怕 不要怕錯 老師在啊 頂多就是跟你交證而已 不要怕錯 你要一口去把它唸完 因為英文不是說你 你唸錯一個字 就別人都聽不懂 聽得懂嗎 你要唸完別人才能夠回答 這是禮貌嘛 這是禮貌嘛 好 就是 對不對 不容易錯了 如果你心裡面沒有很清楚說 到底歐道有怎麼唸 這個字呢 主要是要跟這個字做差別 這個字要唸什麼 No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字要唸好 這樣子 比較好 所以有一些字都是這樣子的 為了要去做區別用 才會有兩個發音 好 這樣是不是增加了你記憶 你這樣比照一下 我知道 你比較熟嗎 No這個字 他唸O 所以他不應該唸O 那是兩個字 對 你這樣懂了嗎 I know it now 好 你如果唸成I know it now 還有 跟這個字也要區別下來 對不對 No 好 第四題 The girl's hair It's long not short 好 這個題目給你做 重組 好 這個題目呢 應該要這樣子 Those 因為你用Those are tall Tall後面有一個都號 對不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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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Lows 它有兩個字 一個是指遠的地方 對 遠處 的東西 它是指遠處的東西 Lows 指稱詞 那另外一個是指示形容詞 所以他在這一刻講這個 指示形容詞 為什麼要指示形容詞 因為形容詞的特徵就是 後面要接名詞 而且要複術 它在指 離說話者 你說話的人 遠跟近的 單數複術東西 所以你看喔 這裡是豆號 表示你塞不進去東西了 所以這樣 Those trees are tall 你要選擇這個to 而是選擇short 當然要有些B動詞 一個技術一定要有動詞 才會合理 好 沒有動詞是不合理 因為動詞是最重要的一個字 A tour Not short 然後字是稍微醜一點 Jim 嗯 你就被我講完了 好 所以它這其實是要也的變換 所以它是要用連接詞來 它這裡說要合併 合併最常見的就是什麼 我們再說一次喔 為什麼要做合併 英文的目的呢 要能夠簡化不重複 所以你在這個句子裡面 是不是重複了 Bill is Bill sister is 意思重複了 She is 是不是都重複了 所以你要如何 不要重複 不要重複 就是利用對等連接詞 所以我們要練習 最等連接詞就是可以把重複的東西 只有and的比較常用喔 其他的but or 還不常用喔 or還可以啦 所以你的第一個字要 Bell sister is tall and beautiful 那因為有這個對等的 你就不用再用to了 但是中文好像是 它很高 它也很漂亮 tall and 就是既高又漂亮 好不好 好 再來第三題 Julie July No they aren't the r 要讓它聽到 聽到 aunt 就有點短了 aunt 我是不是把它捲了 不用擔心 那個r 給它聽到比較重要 好 No they aren't they are small 感覺到剛剛沒有聽到boxes 有聽到嗎 有齁 好 那就好 只要你有唸就好 they are small boxes 好 沒辦法我們是要去講他們是小孩子 然後呢 它其實就要考你這個複數 好 在第四題 July 好 我們最好 如果是依照化學 造原文句 造原文句就是什麼 造 疑問詞 這個都是只是考試技巧 我解釋一下 你沒有錯 我只是在 只是在講解 因為你念完之後 我要講解給大家聽 好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接受這麼完整的教育 對不對 你 好 所以疑問詞 來代替答案 他是要找疑問詞來代替這個答案 這個是答案啊 然後你要把疑問詞代替它 再來就是你要學會三步驟 對不對 希望你有在聽 講給你聽 好 找疑問詞來代替答案 然後照 疑問句 疑問詞照疑問句 所以第一個部分 疑問詞放在句子就前面 這是這個 第二個 V動詞放在主詞前面 這個句子的主詞剛好就是what 所以 它既然有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就不能夠超越第一個原則 所以這個一二三是有順序的 所以這個一二三是有順序的 英文第一一定要比第二重要 如果沒有比第二重要 可以等於重要 就是一跟二可以等於 但是二不能超越一 就是優先順序 二不能擺在最前面最重要 所以這個句子就沒有倒裝 因為它主詞 它不能超越這個重要性 What is on the next channel 好 next這個字呢 是下一個頻道 叫channel 我們必須要跟人家 什麼叫channel channel這個字呢 其實是那種小運河 channel 小運河呢 它的目的就是 我到你這邊去 因為這裡很多的水河流 叫小河 它也不是多大 你們了解嗎 在台灣呢 好 如果河岸 這一邊的河岸在電風扇那邊 另外一邊的河岸在 在牆那邊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河 小中大或者是運河 小河中河大河或運河 從牆壁那邊到電風扇 這條水 叫做運河 最小的 要 一條 如果是小河 是從這裡 一直要到 另外一邊大樓的另外一邊去 那個才叫小河 所以小河你游得過去嗎 你不見得游得過去 那主要是小河有力 河下面有很多的暗流 所以你更危險 所以小河是最好不要玩 運河呢 是人工挖的 所以底部呢 通常都是平的 但小河就不一定 裡面就有很多的生物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是要大河 什麼叫做中河跟大河 你從這一岸是看不到那一岸的 那個叫中河或大河 所以你的世界很小 所以我要幫你擴大 所謂的中河或大河 你是看不到對岸的 你想就想知道 怎麼了解 你是看不到對岸的 你看到對岸那個 就是小河或運河 好 所以下一個通 這個是叫運河 小河 小河就是給小船 滑著船也可以的 這樣子 聽懂得懂嗎 好 What's our next channel 最後要問號 好 第五題 剛剛是誰 What is me 好 Jim 好 肯定檢答 Are you happy Are you happ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好 Yes I am 這個答案有點怪 再看一次 那你要保證你會檢查第二次 聽懂得懂嗎 再看一次 Yes I am 你必須要出現的是單負數 是不是 所以這涉及到我們今天在講這個時候 除了名詞的前面之後 你就要看到這個這麼長 這麼長 形容詞有兩個位置 這兩個都形容詞 你要必須要看一堆之後 不要去想這個什麼意思 你會忙著在翻譯這個都沒有意義 聽懂嗎 你要一truck之後 趕快 如果今天有了 那你就更快要馬上跳到最後 那個是名詞 什麼單數複數 如果是一堆 你要先看到最後面去 那個才是知道 是不是名詞 如果不是名詞 那就是句型又不一樣 先去把句子結構 先想出來 你看到students 你還要I am 是不是 所以這個部分要幫助你 Yes we are We are 他們都是快樂海盜 可以嗎 可以嗎 They are 全部 All Hippie的意思是這樣 Hippie Hippie H-I-P-P-Y Hippie是Hippie Happy Pirate 好 第二題 Mina的頭髮是綠色的嗎 廣告 Hippie Her hair Hip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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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告訴你一個重點 這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在名詞前面 大小新舊顏色 它就是大小新舊顏色三種之一 再來就是有這個 這個叫做特定的形容詞 接下來這個特定形容詞是要搭配所有格 所以當你用到所有格的時候 所有格是所有形容詞的最前面 然後接下來才要搭配所有格的 我們最常考的就是這個字 favorite 跟著自己的 我爸爸自己的老電影 我爸爸最愛的老電影 所以他必須要接所有格 所有的形容詞最開頭 要麼就是the 要不然就是所有格 這三個只能一個不可重複 因為他們功能一樣 功能一樣 接下來就是這個 接下來就是大小新舊顏色 中間就是品質好壞 它都有順序 你的規劃保點有沒有差 有 忘記了 我的表妹 我們請Trinity 剛剛是誰 Trinity 來一下 好 老師 耳朵 不曉得老人是在增加耳背 對齁 我有聽到Carson後面有S 你有沒有聽 我講就好了 你不要得罪別人 我有聽到S喔 那你是有沒有S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反應 有沒有 你覺得要不要加S 沒有齁 接下來 還要請你標示一下 還有什麼東西要加減 好 在哪裡 這裡有好幾個空格 你也笑得很那個 你也笑得很那個 就不可以這樣 這樣子你會誤會 其實你只是很開心 但是人家聽起來不一定開心 要學會知道 所以俊了他就 不太會把心情反映出來 他怕 他講錯話到這邊 有些時候 小朋友就是 比較那個 像我大女兒就很怕講錯話 所以他比較不會講 比較沈默一點 他那個二女兒就很愛講話 所以他得罪很多人 好 再 再哪個鬥點 這裡有這麼多鬥點 有沒有這哪個多空格 好 再來 好 應該叫做夾住Mary 好 這個概念叫做同位語 同位語也是一種形容詞 那他的目的呢 所以 你們的教材 很嚇人 他一口氣就把一大堆的文法寫在裡面 可是他又偏偏不寫 有啊 如果這種 學校那種 做自修 就很厚 他就寫一Traku 你們學校有沒有買自修給你們讀 有 就會寫一Traku 但是不曉得他有沒有寫 這叫同位語 同位語是一種形容詞 那他的目的呢 通常是用來做什麼的 很簡單 他要嘛就是從一個句子省略下來 所以你到了第五側 就會有一個句子省略下來 要嘛就是說 他呢 這個裡面呢 通常就是超過兩個字 就是比較長 所以我呢 不適合把它放到 就是放到名詞前面 對不對 我不能寫我的瑪麗表妹 這個中文可以 英文不可以 聽得懂嗎 所以我的這個是相同的意思 同位語一定這兩個意思 一定會相同 為什麼我不用紅色呢 我剛剛好 這樣等於 所以你不能說 我的表妹 是一個帥帥的男生 這問題就會出這個人 因為這個叫相同 對不對 我的表哥身高199 有嗎 所以你可以寫身高199 可以喔 叫做 my cousin 對不對 199cm tall 最後一個字是形容詞 所以他就是形容詞 一組字 一組字裡面是什麼詞 最後一個字是什麼詞 它是什麼詞 合理嗎 可以喔 你就是要告訴你 我那個199公分高的表哥 可是中文可以 英文不可以 你的兩個字以上 一定要放在後面 好 不可以放在這個字的前面 好 這是形容詞的用語 好 再來 我們再請這個 July 這樣就表示我 想想多了一點 好 is a kind and handsome doctor 好 老師問你一個很詭異的問題 其實你會讀到 kind handsome doctor hand doctor 手醫生 手殘的醫生 手殘的醫生 Handsome doctor 好 你會有讀到這個樣子 為什麼 對的 省略哪一個 答對了 所以為了表示 謝謝你這樣搭配喔 為了表示 這是有東西省略 我要在這兩個字之間 加上一個省略的 什麼號 通常我們都用多號 頓號 頓號 頓號用來表示排列 對不對 數字是3頓號 5頓號 又是說 中獎號碼33頓號 55 因為它是一組的一個號碼 頓是連續的個別 但這個不是連續的個別 所以都用多號來表示省略 所以我教的很難喔 這是因為我教書 總是都用到最適當的 可以撿起來 不用擔心 唉呦 你不會讓我的那個機器吃 好低肌的肚子痛喔 不會喔 所以 頓號 表示 有字的省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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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各位同學 你現在學習這個 是為了要講 聽到 將來聽到更難的 的一個表達方法之後 的一個基礎 並不是現在 要故意到哪裡去背 不需要背 很合理的道理啊 我原來有一個東西 我把它那樣拿掉 我要不要留下個痕跡 對不對 那個 反走過 對阿 五百年前被抓去關起來 因為撒了一泡尿 你撒了一泡尿就算了 還尿了什麼 道此易有 反走過必要留下 這個就是英語的道理 我必須要知道這個東西是有的 所以 不然為什麼一個句子 就沒有辦法當鬥號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那麼鬥號的另外意思是 停頓 這個語氣的停頓 你 你張開嘴巴 然後會一下是怎樣 好 我們 你要問問題還是怎樣 好沒有 要勇敢說話 比如說 我們來請同學 July July 好 這兩個字故意考你的 喂 差不多 Margaret 不用擔心 只是讓你拼拼看 你怎麼拼看都不會差太多 就是說我指導一下 沒有那麼難 沒有那麼難 他就是at 接著 would 對不對 adward adward 就這樣而已 adward 好 Margaret Margaret Edward 好 第二題 Terry 好 Guy Jams 好 第一個 aeron 之音 這是兩個字組成 在唸了之後 第二個字要往下 音要语上讲 some 是高音 some 是低音 所以你再念音识了 好 这是我第一个 这个字呢 U呢 是虚的字 参考是外国字 所以他不想要 因为GY的话要念GY GY就GY 第三题 威力 我们请Trinity Program 尽量把它连续起来 Program 那到底是两个字还是一个字 其实也有这个字 Pro I'm a pro 什么意思 我是 我是内行专业的 Pro 所以很多的技术人员都说 I'm a pro 我是专业的 我是很厉害的 内行的 然后呢 Fan Taiwan 你看两个都大写 表示上一个标题 名字 所以要不然的话 小写的话就不一样 好玩台湾 好玩台湾 T大写你当然就知道 好 第四题 Anna 两个G都要念 Aion Aion Strange Strange G Strange 都可以 Zero O 都可以 好 那标准是Zero 好 Zero 好 老师有听到你这个之后 我就稍微讲一下 Str叫做三子音 三太子 德子 他叫三子音 Str 然后在Spr 基本上三子音就这个不多 还有另外一个 但是这个 它其实是有一个部分 St 本来这个D要念T 要念D的声音 所以Sty 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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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量不要把复杂的语言拿来加进去 Sty 好 所以这个字念D 那可是如果念D 它碰到一个子音 它就要改成念轻音 Z Z Z 所以D在法语就是这样拼 Z 法语的拼音是这样 它要学一个 Z 就是TH 法语的D 就是要念D Z Z 所以 Sty Z 四字 R 四字 R 然后加上 An Strange 你先练习一下 Angel Ang 我们学会了 Ang 就是角度 好 好 再range 叫做范围 一个角度 你从这个角度进去的方式 就不会被抓到 小偷 ange range 然后呢 叫trange 你每个字英文都有英文字 再一次这样 ange range trange strange 四字 range 好 Strange 奇怪的 陌生的 陌生就是对你而言 奇怪就是别人而言 好 第五题 好 Trinity an old movie 尽量加 加 流畅一点 你还是再一个字 比较多一个字 第六题再给一个 好 ok 这样子就不错了 今天让自己速度加长 Julie你念一次 是 in the UK in the UK 好 这个部分呢 Mr. Bean 有一次叫做豆豆先生吗 嘿 豆豆先生 叫做Mr. Bean 他的电影标题 叫做Mr. Bean 然后再说 在哪里 对不对 好 那Bean是什么意思 对 所以我们用豆豆先生 其实只是 为了要翻译Bean 不然说Bean先生 还Bean先生 所以 这个字就是豆 就是黄豆 所以酱油 叫做soy bean 豆油 好 第七个 Jim Sherlock 好 第八题 好 下面两题 给Julie 好 老师这样的清理心理 你一定要去想 不只是中文的问题 这些字的位置分别在哪里 比如说 to的位置 可以 可不可以 Amy is too sweet 不是不可以 但是 那意思是怎样 后面那事情不能发生 所以 Amy太甜美了 后面怎么 没有讲话呢 所以不对 是的她是 更不可能回答 我说 你要娶谁 Amy实在是太甜美 你要嫁谁 娶谁 Amy实在是太甜美了 不能娶 听得懂吗 所以 所以to如果接上那个就是不能发生 所以 那个英文呢 不能用中文 来翻译 就是这一个 那so是我们的答案 是如此的 所以事情就可以发生 然后呢 also呢 is also sweet 问题来了 also 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到 答对了 答对了 前面一定要提到 后面才可以用also 因为那是强调 我跟你一样啊 也是同样的 不是强调一个一样的啊 那to呢 如果在字尾才可以 表示跟前面的话一样 但是问题是什么 这里用to 放在字尾 前面没讲 一样不对 对 好 好 再来第十题 好 很好 所以 愈法选择是我们希望能够 完成 每个人都 因为这总共有十题 八题 那加这两题就十题了嘛 好吧 好 每个人 好 每个人两题 我这样我们今天的进度 是相当好的 好 那就从你开始 我们刚刚要稍微比较 on tv 你刚刚有看到on tv 一个是on的tv 已经给你解释过 这个是抽象的 抽象 是是是对 这个是抽象的 这是实体的 所以这个 英文呢 你为什么要加了 了 就是因为要表示什么 这个东西是具体的 可以数的 如果你tv 它不加了 它就可以变成不可以数 那电视如果不可以数 叫做节目 你看电视是看节目 你看电视机干嘛 是不是 但是它也可以表达电视机 那电视机 观众看了没有 有趣 所以它就会把这两个 分开来 当它没有加恶乐 就是抽象虚拟的 那电视虚拟是节目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电所造成的 然后电视机 所以这样就是什么 这个新的手表在电视机 不是电视狗 上面 好 所以这题答案呢 答案呢 应该就是A 好 为什么不可以选择BCD Julie 为什么不可以选择B 考你哦 我喜欢挑战你 但是因为我觉得你还蛮喜欢 所以我们试着被调整 来 对 所以你顶多要写 It's on the TV 对不对 但是基本上我改了 我改It 就好了 It's on it 对不对 It就必须可以数 那It 可不可以数 也可以 所以就是基本上 On the TV 7 好厉害 再第三 你可以回答 什么东西 这个就合理了 回答No A ruler is on the TV 就合理了 有没有 这个题目没有回答Yes No 这样子可以哦 好 第二题再给你 好 这个每个字都是可以拼的 好 第三题 请坐 好 其他的也当然不可以 你要能够稍微看一下 目的 好第四题 Spiders Spiders 某女兒訊息的 這就是 爸 看她要幹嘛 要買手機才會有這種事情來找我 正在打字 不理她 有事情的時候在找爸 沒有 所以說都不會 對不對 所以爸爸就像是個付錢的工具 好 第五題 Trinity 你答案是 grandfather 好 你看喔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favorite 前面必須要有 這個favorite 前面必須要有什麼 的所有格 你要記住喔 的所有格 它必須要來表示這個名詞 提醒你 這裡 這裡有一個 這個我要特別講 因為這個題目都不簡單 你看喔 這是會考的考題 會考 會考 不是基本 錯誤的 那個叫做考題 大考的考 叫做基本測驗 叫做基測 基本測驗 什麼叫基本測驗 什麼叫基本測驗 精叫做精熟 就是要很熟才能夠解決問題 好,所以No is favorite 所以這個答案,你複數而已,沒有所有個 所以這不行哦 第二題,B跟C是不要考的 這個部分呢,the young family's my grandfather's 多號s加在這裡 好,所以這個B跟C是一個比較關節 給你猜一下 好,這兩個,這兩個s的裡面 這個要s裡面,這個呢,也是要s裡面 分別有不同原因 好,通常分別有不同原因 不是一樣的原因,好,我等一下再解釋 先猜B跟C 請Julie先猜 好,Julie你先猜 呃,是快下課了,好不好 呃,好,答案呢 C,C,為什麼 這個呢,叫做個別擁有 我們有講過,所有個裡面有個別擁有 什麼叫個別擁有 他們沒有共同一個 所以叫個別擁有 如果共同擁有要這樣寫 Tony and Peter's 這叫共同擁有道理 對不對,他們是共同擁有的 這是個別擁有 那個別擁有可不可以單數 不可以 對不對 所以他用單數 不行 所以B就是這樣不行的 這個是負數的共同擁有 OK的 然後A為什麼會 他不可以點到外面 因為通常你的祖父就只有一個 你不太可能會有兩個祖父 那外祖父呢 各位同學,那個叫外祖父 好不好 英文是有它的特別的表達方法 不可以,祖父都是一個 外祖父是另外一個外祖父 是另外一個寫法 所以,懂了沒 A不適合 D呢,叫做信仰那一家庭的 多號S 這是負數 所以負數所有格 用多號S 還不可以 多號S 還不可以 多號S 還不可以 多號S 多號S 還不可以 多號S 還不可以 多號S 就跟做一號的 所以,你可以 多號S 多號S 加油 我女兒五歲的時候 你說 怎麼了 喔 板板 板板 不錯不錯 我女兒不是五歲啦 十、十一歲的時候 還是十歲的時候 然後開始認識 然後我女兒很喜歡她兒子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就彼此之間互相的競爭成長 她兒子那時候國小很優秀 你看那個家長可以用心到這個程度 她教我這個朋友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會去跟人家交際應酬的人 她很會交際應酬 我一直很納悶她為什麼要教我這個朋友 再經過了五年後 這通電話打來了 所以 我就會覺得應該是這個原因 那果然 要不然為什麼會對我那麼好 而且他們 我們兩家是還不錯 都是沒有那麼熟 好 第六題 還不是為了小孩 對不對 那時候你看 放一條線 那麼遠的線 只放糖線吊帶 好 那接下來 她拋出一個球來 我該怎麼接 她指定我當家教老師 我說 我一節課要三千耶 好 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How's the girl's hair? 誒 第二題是誰在念 好 請念 好 已經念到哪裡了 然後念到 Anna 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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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好 非常好 這個部分呢 你要稍微看一下 如果答案不一樣 或者是 你最好不要用中文翻譜 是 如果你覺得有些 想到老師為什麼不可以他 儘管問 老師可以 可以把每個答案一起想到你Y purpose 到你為什麼不可以 這就是我很自豪的地方 我就是很清楚為什麼不該學這個 然後要告訴你怎麼想 不是用中文翻譯 學老師有時候都用中文翻譯 好 那兩題給你 Sue 說一句話了 Thanks I am proud of him 這就是讚美他 讚美的時候 注意喔 人家給你讚美的時候 哇 你好高又漂亮喔 你要說Thanks 先說謝謝 不要說Yes 好 是對的 要先說謝謝 好 就算讚美你 你的爸爸又乖又帥 你要說謝謝 是的 我很驕傲 對不對 聽懂了嗎 所以 就是讚美之前一定要謝謝 人家聽到人家讚美 判斷人家這就是人之間 好 要在 Two 所以你的答案 什麼東西在動物園 然後你的答案是 中文翻譯就是在動物園的動物們 有沒有別的答案可能 如果選擇A的話 要選擇 用A來選加這個也不是很適當 你知道嗎 The animals are in the room 動物們在動物園 比較怪 所以A 怎樣要牽到這裡 是有難度的 你的答案是B 這個電視節目是關於什麼 直接 It's about the animals in the room 是關於在動物園裡面的動物 這樣比較合理 看看你C C跟D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下次 就要從52 這個形容詞這樣訓練 要訓練個兩次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就是52 53 54 好 各位同學 請各位同學試著念一下 55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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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嚇死我 4849 我怎麼就只要這樣 52 52 52 55 其實只是讓你 智慧 55頁 只是要讓你先看一下 預先看一下智慧 先練習一下 你自己覺得怎麼 想過之後你再練習 比較好 那麼黑色部分呢 就是我們禮拜一的時候比較會教 紅色部分呢 其實應該要用藍色 4849會不會很誇張 我今天有教那麼少嗎 唉 我明明就教那麼多 有時候這個 小朋友 我們 真的 4849 50 51 好 551 對 對 好 這證明了說 老師有說的 小朋友不可以說謊 不是 老師不可以說謊 謝謝各位同學 因為這個要留給 錄影是要給那個 好 好